我国武装部队首次参加了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超级神鹰盾牌军事演习 为期两周的军演昨天结束 共有13个国家参加 在刚结束的军演当中 我国武装部队人员同美国 印尼和澳大利亚的军人开展联合演习 我国派出两艘海军舰艇 同印尼和美国海军的六艘舰艇 在廖内群岛周边海域进行一系列的军演 国防部说 这次的联合军演是同其他国家促进友谊 相互了解和专业交流的重要平台